超商卖双麒麟不稀奇 现在有业者更要跨界抢市了 我们也独家掌握到全家超商 把夜市台湾小吃 像是严酥鸡啦 肉掌 还有木瓜牛奶等等 都悄悄搬进店里头现做抢客 而统一超商也不遑多让 设置了这个蔬菜柜 变身超级市场 要抢攻婆婆妈妈的族群 超商里头排了长长人龙 但他们可不是要买双麒麟 原来大家是要抢买我手上的 严酥鸡还有现榨果汁 有超商业者开始试卖 现做台湾小吃 就是要抢攻年轻客群 香喷喷的严酥鸡 小巴掌再倒番茄汁 木瓜牛奶 这些在夜市常见的小吃 却悄悄出现在便利商店 仔细悄悄送一台不断延伸 末端做台湾小吃 一旁还有现榨果汁柜 一杯杯水果放在小冰柜 草莓跟番茄汁要价45元 木瓜牛奶55元 其一果汁60块 一旁的严酥鸡要价50元 手巴掌还分南北纵 一颗45元 业者发现民众就爱加热小吃 品项年增两成 现在强调现榨抢客 但还在试水温 全台只有四家买得到 看地点时间 那你如果上班下午茶 这边其实马上就可以买 点贵吧 感觉路边汤可能还比较好 感觉 对啊 超商卖的感觉因为是冷冻 不只要求方便 超商更要抢仆仆妈妈财 直接冲着量饭超市 把超商变成菜市场 还有业者在超商里头 摆了满满的蔬菜柜 可以看到像是高丽菜 桐蒿还有水果玉米 就是要力拼超市化 新鲜蔬菜刚到 店员忙补货 业者设置生鲜蔬果柜 走小包装精致化 连蔬果都挑选过 业绩跟着年增一倍 超商出招 想跨界强势 还得看市场接受度 东森财经新闻 陈轩如潘育全 台北采访报道